霸气 国拼期将三线出战保持九战全胜 国拼名将德国籍儿子遭国拼双杀 国际拼联巡回赛 香港公开赛 今天开战 中国南拼期将出战保持九战全胜 张继科的资格赛对手也正式出炉 本次香港公开赛 中国南拼11人报名成年组男单比赛 但只有6人获得参赛资格 没有获得参赛资格的徐海东和牛冠海 只能参加U21男单比赛 在上午的比赛中 牛冠海3比1战胜日本的金光红唱 徐海东同样也3比1击败日本的高健真级 在成年组男单比赛中 国拼销球首马特4比0横扫伊朗的阿拉米安 周宇4-0横扫中国台北的孙嘉宏 朱林峰4比1击败德国的基利安 周凯4-0横扫印尼的桑托索 相比前四位国拼球员赢得轻松 最后一个出战的周启豪 经过七局苦战 才4比3 险胜代表德国出战的邱党 邱党是目前执教日本队的名帅邱建新儿子 邱建新曾是国拼名将 获得过全国冠军 在南双比赛中 周凯朱林峰3比2 惊险战胜德国组合邱党杜达 邱党一天遭遇国拼双杀 周启豪 周宇3比0横扫法国组合晋级 中国南拼今天在U21南丹 南丹 南双三项比赛中 保持了九战全胜 执教日本的国拼名将邱建新 与谁鼓损中国南拼 今天只有张继科首轮轮空 他将在明天出战第二轮的资格赛 他的对手是意大利选手斯托亚诺夫 张继科表示既然选择付出救邀努力 他渴望重新打入世界前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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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